沒有沒有不用啦 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他們的 我覺得跳舞就是熱情 就是散發你的這個活力 還有你的一些創意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民生的重點 我覺得最開心很期待的是 要看他們的創意 因為我覺得創意是在舞台上 每一個人都 就是每一個人的實力 然後有一些創意書定 可能可以在學生的創意中 可能看到我們的一些舞蹈在裡面 所以覺得 就是可以看到這些感覺蠻好的 我算有創意的吧 越有創意越好發揮創意 然後因為我覺得跳舞很多 其實跳舞就是人外人 有人天外有天嘛 那我覺得從創意開始 可以去把很 就是不一定別人的創意比你好 對 我覺得那個是要 我覺得希望大家可以去想到的 一些創意的十足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現在已經好幾天 大家一直大肆的報導 那我覺得其實 都給他們的 他們自己一點空間吧 我覺得多一點空間 因為他們畢竟要去面對 那接下來也是一個很 他們一個 位置數的一個 面對的考驗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給他們 給一個空間 不要去 隨便亂報導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或是說好像要去把整個事情弄得 就是好像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就感覺很像報導的時候 大家都變成那個石化廠 你知道嗎 就會一直落井下石 就感覺很糟 對 我覺得他們 反而需要更多的就是光懷 因為他們已經受到應得懲罰了 如果說 對 當然我跟鄭東是配合 因為他出道 剛出道 所以我跟柴姐 公司也是非常好 所以一直都認識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 就是一直覺得 他是個很不錯的一個年輕人 那當然現在有這樣子的事情 我就是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在這邊我還是想說一樣的話 就希望大家多給他們一點空間 這樣子 呵呵 這個其實你看 像冰塊點火 我都沒有去點的 很多都沒有去那個了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 經者至經啦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 隨之現在太多 因為現在 因為是網路社會的關係 任何事情 可能都變得 就是所謂的 叫out of hand 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 流水波逐流 對啦 對啦 真的是這樣子 好 謝謝